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我可能太享受了 所以现在就不能享受 这样也不错 因为舒适圈嘛 但是你早晚得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你才能更进一步 让自己会有很多不舍 也会有很多欢乐 也不一定啦 也不一定欢乐 真的 这是实话 我想跟你们说实话 没人想解雇跟自己有十五年交情的朋友 但有的时候真的很气人 有太多事了 比如他录影时电话老是想 录到一半接电话 什么事 我是班 班 我们在录影耶 吃点心 他永远只吃巧克力的 有好几次大家甚至都说 拜托 你能不能留一点点给我们 我只是个传话的人 但每次都要我做最后的决定 而且 这是个团队 团队的成员都希望他离开 因为他 他太离谱了 我说 哎 老弟 你可能得离开 可是他真的是过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我不是在开玩笑 对 我们还是朋友 呃 我确实迟到过 但就 就一次吧 他整整消失了一个礼拜 礼拜一早上大概十点吧 我打电话给他 哎 班 我们开工了 他没理我 一整天都没有消息 礼拜二也没消息 到星期六他终于回电话 我说 老熊怎么了 他说 Netflix 真棒耶 你们有太多好看的影片了 我现在才知道 我的世界太小了 然后 我看了好多纪录片 原来有那么多 呃 贫穷 企业腐败的内幕 珠穆朗马峰等顶失败 涂鸦艺术 寿司大师 顶级建筑 建筑业界的黑幕 也许这才是我的方向 开始拍摄纪录片 你们可以 你们怎么想 假如你有工作 你就 没有时间看这些片子了 但他们不可能换掉我 不过最终 我们还是决定换掉班 我想观众一定会喜欢那个新的 有进步的班 哦 对 他的名字也是班 这点很酷 呃 先别告诉他 在这一集 我们会叫他班2.0 其实你不用知道这些 老班总会撞到这儿 他太高了 你比我高一些 但不会高太多 知道我意思吧 这样搭掉多了 目前来说 一切都很好 我们还没正式拍摄他的部分 但是 就目前他的工作状态来看 一切还算顺利 真是让人兴奋 好了吗 不行 你不会有问题的 启发课程是一个系列影片 帮助我们思考和讨论人生的大问题 比如生命 及对上帝的信仰 我要说什么 没事 没问题的 生命 上帝 还有耶稣 对 启发就是讨论大问题 这样说可以吗 这跟原本的差太多了 你就照我说的再说一遍 生命 及对上帝的信仰 我得先吃点东西 制作面点 揭露环保问题 动物 有好多跟动物有关的纪录片 有一个讲到小狗狗 九块钱一个月 我真是无法 不好意思啊 喂 哦 呃 不 我是说 我一直都很忙 但没有关系 对 我有空 哦 好啊 呃 好 听起来很棒啊 我是说听起来还好 挺酷的 我也想你 呃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啊 好 那 我们再联络 好 掰 所以 抱歉 就快到这吧 我得去工作了 我最喜欢的是观看影片 呃 我喜欢看电影 短讲 还有结交新朋友 每个礼拜都有机会跟人聊天 认识新朋友 正式的非正式场合 有很多好吃的 有些很好吃 看影片前可以跟人聊天 这里真的很棒 可以结交很多新朋友 了解他们的信仰 还有学校以外的生活方式 他们提的问题 有很多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跟着大家一起探索 这非常有意义 我们一开始没有讨论什么太深奥的问题 这让我觉得很自在 也喜欢我去思考生活的各个方面 听别人的问题 以及他们对信仰和人生的想法 当在团队中信仰越是成长 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就越亲近 因为你会更明白什么叫理解 我很喜欢他们提出的问题 并且聆听大家的回答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拍摄 这也是启发影片的最后一集 我们很享受这整个过程 我们希望你也一样很享受 启发课程最吸引我的 就是大家能建立深厚的友谊 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互相都不认识 老实说第一周的讨论时间 感觉是有点尴尬 但是到后来 大家似乎都成了好朋友 今天的讨论跟友谊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教会 说到教会 恐怕你不会最先想到友谊 你可能会联想到 牧师 神父 圣哥 彩色玻璃 周日无法睡懒觉 还有古老的建筑 但教会绝不只是这些而已 这些只是教会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貌 如果你纵览圣经 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词汇和图像 来形容教会 这集我们要看看最喜欢的几个 先说明一下 今天的内容 不是整本圣经的完整教导 只是简短的介绍 我们要不要在简介前面 加一个简介 约翰福音15章 耶稣说 等等 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take 22 mark 约翰福音15章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我觉得我们应该 好 断 让我们进去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 我们不是都想 好 首先让我为教会做个简介 在约翰福音15章 耶稣语出金人说 从今以后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我喜欢这点 耶稣叫我们是朋友 这是教会的第一个比喻 教会就是人与神 人与彼此之间建立友谊 最新的研究显示 一个人就算在脸书上有400个朋友 他真的认为是好朋友的 其实只有两个 有25%的受访者承认 他们根本没有好朋友 新约告诉我们 神希望我们建立的友谊 这个词的希腊文是Coinonia 它的意思是一种真实无味的 深刻的情谊 在这样的群体中 你可以自在地做自己 体会什么是爱和接纳 希伯来书说 你们不要停止聚会 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却要互相鼓励 教会聚会会 会眺望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好像一块碳放在火堆里 如果你把碳从火堆中拿走 它很快就熄灭了 但是如果你把它又放回火堆 不久它又会炙热起来 同样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热心和信心就会冷淡 但是常常与基督徒聚集 我们对神的爱就会眺望起来 圣经对教会的第二个比喻是家 一个人不可能只爱上帝 但不爱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是让我们有所归属的家 约翰写道 凡相信的就是神的儿女 意思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时 不但有一位天上的父 地上也有了许多家人 是啊 而且变满全地 两千多年前 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教会 如今已是遍布世界各地 多彩多姿的普世教会 神的心意是 所有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大家庭 我们成为一家人不是因着血缘 而是圣灵重生 耶稣说我们是从水和圣灵 而重生的人 耶稣受过洗礼 也吩咐他的门徒要给人施洗 受洗是成为教会一份子的外在记号 是圣灵 水代表从最终得到洗涤洁净 是圣灵的象征 是活水的江河 洗礼也代表着旧的生命死去 与基督一同复活 成为新造的人 我的全名叫路易安东尼奥塔哥 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加多 无论任何文化 家庭实在都是核心 家庭让我们感觉有归属感 在家庭中你不再孤单 大家都把你当作他们的一份子 让你也可以敞开心 去接纳其他的人 当然了 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家很自然是因着血缘组成 但是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 在这里彼此有归属感 因为神使我们合而为一 但是对我来说 家庭不只是个让人有归属感的地方 一个排解孤单的地方 也是你可以放松真实的做自己的群体 通常在家人以外的人面前 你必须隐藏自我来维护你的形象 但在家人面前 你可以放松 你可以显出疲惫孤单 心情不好啊什么的 你可以很有安全感 因为知道他们会接纳你 家的特质是愿意彼此饶恕 教会也是一样 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 有归属感 能彼此和好 神的家以及基督的身体 教会所拥有的这些特质 并不是我们打造的形象 而是上帝他赋予我们的 教会是家 教会这个家多么的奇妙啊 我爱耶稣 如果你也爱耶稣 你就会爱耶稣所爱的那些人 如果我们学习耶稣 就能让教会变成充满爱的大家庭 这正是耶稣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一次都没有 我对教会不太熟悉 小时候我经常跟我奶奶一起去 印象中很多人会大叫拍手有点吵 却会太长 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那么久 我真的没办法一直坐着或站着 听别人说话 其实无论你信什么 你都可以走进教会 感到被接纳 享受美好时光 我认识了 疫情很好的朋友 我对教会可以说是 爱恨交织喜悠参半 我真的很喜欢教会 因为那是一个社群 教会成了我第二个家 我去过教会唯一的一次 是参加朋友的洗礼 因为他要我去 教会很明显 给我的感觉就像医院 你可以在那里得到医治 你可以重新得力 这些都是我的新生经验 我觉得整个聚在一起的概念 非常好 有关教会的第三个比喻是家 这个比喻包含两层意思 教会不但是我们的家 还是神的家 在旧约中神的家就是圣殿 就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建筑 人们在圣殿里面朝拜神 在新约中保罗说 教会并不是建筑物 而是由人所组成的群体 在以佛所书中保罗说 我们被神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耶稣也说 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 我就与他们同在 圣灵住在每个基督徒的心里 所以当我们聚集时 神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 但教会也是让人们 来体会家的所在 人们在这里可以体验到爱 被接待和被接纳的地方 对 青春无限是一个青年事工 从教会诞生出来的 我们是澳大利亚新宋教会 带领青年事工的牧者 青春无限是 我常说是一种自我表达 是属于我们的敬拜 是我们的团队 我们写的歌 都是由年轻人主导 这就是青春无限 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事 就是当青年人遇到麻烦或挫折 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会退缩 封闭自己 就是独自一人去面对问题 青春无限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是我们绝对不会独自一个人面对困难 有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绝不孤单 上帝创造我们 也呼召我们活在爱的团契里 在每个新宋教会的大门口 都有一块牌子写着 欢迎回家 我很喜欢 因为这是人们走进我们教会时 经历的第一个感受 那种感觉就像是说 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 这事上充满了很多的不安 我想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家 我想到一对双胞胎姐妹 他们邀请一个女孩 来教会 这个女孩在中东出生 她必须经历许许多多艰困的情况 才能和她的家人以难民身份 来到澳大利亚 她不是基督徒 嗯 后来那对双胞胎姐妹就邀请她来 嗯 当时她正在从头学习全新的语言 她总觉得跟大家格格不入 也要面对各式各样的种族歧视 后来她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 在这里遇见了耶稣 也找到一群好朋友 这里有一群人 他们爱她 对她有信心 对我来说 这个故事真是美极了 她在教会找到了家 我们的社会 误以为 如果你想接近神 你必须先改进自己 改善自己的行为 但我认为 教会的力量在于 来就按着你的本项来 神自然会改变你 其实这才是教会真正的力量 你走进教会 就像是回到家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 你以前做了什么 都欢迎回来 关于教会的第四个比喻是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做肢体 耶稣是头 我们是身体 而世人就是透过我们 也就是教会看到耶稣 基督的身体很庞大 全世界有二十四亿人 称呼自己是基督徒 而且教会还在持续成长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 成为基督徒 虽然西欧的教会正在衰落 但这不能代表全球的状况 二十世纪初 非洲只有一千万基督徒 到了两千年 这个数字已达到三亿六千万 40年代 中国只有四百万基督徒 但据专家估计 如今中国已经有上亿的基督徒 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寻找信仰 杰森跟我参加了 由教宗法兰西斯主持的波兰世界青年日 当天有三百万青年人聚在一起敬拜耶稣 这真是个美妙的体验 但这也提醒我 还有很多基督徒 无法自由自在敬拜上帝 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且甚至情况越演越烈 过去一百年为信仰付上生命代价的人 比历史上所有的殉道者还多 但是即使在那些激烈破坏基督徒的国家 教会还是持续兴旺成长 过去二十年 启发士工的成长 让我最开心的一点是 有各式各样的人在用启发 启发诞生于伦敦的一间圣工会教会 今天已经翻译成几十种语言 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在各个不同的教会和宗派中使用 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是一个身体 不应该分裂 合一非常有能力 但合一并不是一模一样 教会彼此会有所不同 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还有一些重大的议题需要讨论 关键是我们还有许多的东西 需要向彼此来学习 而且让我们合一的力量 远远大过让我们分裂的力量 遗憾的是 这些年来普世教会确实相当分裂 但令人安慰的是 这些年我也观察到一件事 那就是圣灵正在做一件新事 圣灵正在把来自不同教会 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招聚起来 基督徒开始认识到 就是我们需要彼此 教会的确有不同的面向 但是教会应该要更加合一 例如我们举办的领袖峰会 就是这种合一运动的一种体现 人们因为耶稣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 马来西亚圣三一堂 我叫克里斯 我来自哥伦比亚 住在巴西 我是印度洋圣工会的大主教 我是天主教 劳格斯教区的大主教 来自奈吉利亚 我来自吉隆坡 在圣三一HTBB教会聚会 我来自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我来自南非 我是檀香山第一长老会的牧师 我是个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分裂就是伤害 它是基督身体上的伤口 我们不能眼睁睁 看着这道伤口赤露敞开 我想说的话 可能有人并不赞同 甚至可能说这是异端 但是有一位仇敌他非常清楚 我们各不相同 但我们同归于一 是他 他一直在逼迫我们 是他 他正在伤害今日的教会 他知道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 他们本为一体是一家人 他才不管你是属于佛音派 还是东正教 路德宗 天主教 或者是使徒宗 他根本不在意 他们都是基督徒 基督的血 使主的教会合一 耶稣的祷告是教会能够合一 成为一体 好教世人可以相信 纷争的世界需要合一的教会 当教会按着耶稣的心意行 就能带出极大的盼望和医治 在合一的教会中 每个人都有角色功用 人人祷告 人人奉献 人人服侍 教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义工机构 他伸张正义 抵制贩卖人口 努力贸易 他关怀穷人 关心罪犯 他建设清洁水源 学校 医院 他帮助人们摆脱毒瘾 恶习 上帝邀请我们成为他的肢体 去帮助那些受伤的人 把盼望和爱带给孤独 不忘的灵魂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是他立足于世界的手脚 你也是一份子 你不需要刻意去某的地方 才能加入教会成为神的肢体 也不需要等到再大一点 受多点教育 成为成功人士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从学校 从职场 从你的家人和朋友开始 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中 就是为了这些人 你可以带来改变 有关教会的最后一个比喻 是爱 圣经中有某几处 把教会称为基督的新娘 以佛所书五章说 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就如基督爱教会 并为他舍命 耶稣爱我们 就像新郎爱他的新娘 并且为我们献出了生命 上帝爱你 他无条件 全心全意 持续不断的爱你 没错 教会并不是圣贤完人的博物馆 他更像是为了医治受伤 破碎者的医院 你可以在这里 经历无条件的爱和医治 对 教会应该以爱闻名 无论一个人是何种背景 哪个种族 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观点 我们都应该接纳他 当你想到教会时要记住 他代表友谊 代表家人 他是家 是耶稣的身体 他就是爱 上帝爱教会 上帝也爱你 我觉得我是这个人 你看不见他 你只能看到他的脚伸出水面 我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我就身处在这个关系之中 但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努力游泳 但是我的脚却总是落在水面上 我可能是在圆桌工作的人吧 我想他一定知道前面就是游泳池 可是他却视而不见 因为他只想做自己的事 我想我就是水里面这个人 我跟神在一起 但有的时候 我觉得呼吸很困难 因为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跟神在一起 我曾经是坐在救生椅上的那个人 他正望着游泳池 但他有时会被别的事情吸引 这是我以前的状态 现在我觉得 我是站在游泳池中的女孩 跟他在一起 感觉舒服多了 我想我还没有完全进去 一半在水里吧 我想我还有很多要学习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还说我来是要让人得生命 并且得备更丰盛 这就是神希望给我们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上帝实在非常的爱你 耶稣为你献上生命 这是这个世上最大有能力的信息 如果你忘了启发课程谈的内容 请至少记住这点 上帝爱你 时间很快 启发课程已经来到了尾声 第一集我们就说 我们会陪你走过这场旅程 杰森跟我真的觉得很荣幸 能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启发带给我们很多欢笑 希望这也是你的感受 希望你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分享 交到一些新朋友 并且体验到上帝对你极深的爱 启发课程只是个起点 你的行程才刚开始 跟随耶稣是持续一生的精彩之旅 我为你一人也给你笑 你估计一样的全球 你能够付属于不久 人家体验得丰富 你继续十字架 你能够付属于不久 你能够出他 单度来调整一下 咱们按个压力 所以我继续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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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新朋友可以聊天 大家一起看影片 還可以 太好笑了 這太加拿大了 看到你車上的那條魚 這個蛋糕是做給朗卓的 因為他愛吃蛋糕 謝謝了傑斯 我喜歡巧克力碎片 因為他愛吃蛋糕 謝謝了傑斯 我喜歡巧克力碎片 巧克力碎片 謝謝了傑斯 你是最棒的 這個蛋糕是做給朗卓的 因為他愛吃蛋糕 燈光沒了 沒有燈光了 好 看 這裡嗎 隨著按這裡 我也要吃 留一點給我 這就在布丁裡 什麼布丁啊 我們不是在說伯諾和音樂嗎 我也不知道 哪裡有布丁 先說你的台詞吧 我 我可以去買點布丁 在舊月中 實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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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那真是 你笑什麼啊 別笑 蛋糕已經烤爐 巧克力蛋糕吃進度裡 我不知道 我只會這樣 是 也要被泡 是 我 只是 我是 你 真的 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